新闻首先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在今天上午 新北市议员陈明毅召开的记者会 宣布他就要参选新北市市长 他表示现年46岁 做了8年的五股香明代 做了8年的议员 他真的很想为民众做更多的事情 因此在家人跟服务团队的共同支持之下 他决定要参选 不过他也表示 如果说朱立伦表态 愿意继续来连任参选新北市市长的话 他就会继续回议会来问证 为新北市继续打平 新北市议员陈明毅 11号上午宣布参选下届新北市长 他表示现年46岁 做了8年五股香明代表 5年台北市议员 3年新北市议员 他真的很想为民众多做些事情 因此他在家人及服务团队的支持下 决定参选新北市长 我今天正式宣布不要参选 2014新北市市长的选举 如果朱市长 愿意连任 我全力支持他 如果朱市长转换跑道 要做更大的事情 为更多人的服务 我将参选到底 参加新北市市长 国民党内的初选 陈明毅认为市长朱立伦 因角逐2016年总统大位 如果2014年朱立伦竞选连任 他会回到议会继续问证 同时也否认这项举动 是有寂寞性的政治算计 更无意逼迫他朱立伦来表态 当我决定宣布要参选新北市市长的时候 我在这边我还是要来说 没有政治算计 没有政治任何的企图在里面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我想出来做事 为新北市做事 我还必须要强调 在我的声明书里面 信物稿里面我提到了 我认为朱立伦市长是国家的栋梁 他是一个人才 将近四年的相处跟精神观察 我认为他可以做大事 如果朱立伦市长有意 在2016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大选 他有意更进一步 更上一层楼 为台湾做更多的事情 我认为时间来不及了 要广快表态 广快准备 陈明英表态 朱立伦是国之栋梁 经过这近四年的相处观察 他认为朱立伦应该勇于 表态参选2016年大选 为国为民当仁不让 他承诺朱立伦愿意连任 他无条件回到议会 继续问政 府会合作 殊途同归的为新北市政府打拼 为新北市民来服务 永家的新闻五股采访报导